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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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台湾的中央疫情流行指挥中心在早上召开的专家咨询会议 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仁祥在下午在疫情记者会当中表示 有些专家建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天因为是马德路德德经节日 2023年1月份首席经济学家展望 调查报告显示 在接受调查的私营和公共部门经济学家当中 三分之二的受访者预计2023年 全球经济将会陷入衰退 约18%的受访者认为全球经济极有可能陷入衰退 这个比例是2022年9月份调查结果的两倍之多